好 继续来看到继哈伦与蓝山之后呢 花莲林业三部曲的第三册 练练摩里沙卡 林田山林业史出炉了 花莲林管处是特别举办新书发表季 练练林田山的纪录片首映会 林田山林场曾是花莲 甚至于是东台湾近代森林商业规模开采的起始地 林管处为了保存这段珍贵历史及相关时机 委托了产学界 历经三年多研究调查拍摄纪录片 终于出版了林田山林业史稀疏和纪录片 那其实林田山它的林业史是从1918年开始起算 所以大家算一算到现在已经超过百年了 那其实这百年的历史在林田山里面 这些林业史其实是花莲很重要的文史的一部分 它也造就了大概现在花莲的人口结构 跟经济状况跟居民的一个状况 那它可以在近代百年的历史之内呢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说其实花莲在林业的这部分的一个发财的一个过程 所以很多动人在这里发生的故事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个属于花莲在地的这样的林业历史 能够把它真正的保存下来 那其实我们在78年禁法之后 到现在已经40年 所以我们在山上的这些相关林业历史积聚 大概都已经荒废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除了从人文角度 设施 然后跟以前的历史概况 我们希望把这些完整的林业历史都给记录下来 那这本书就刚好是 我们从广泛收集 然后多元的去收集这些相关的资料 然后再访问现在期 它聚集了很多会来这边想要过生活 讨生活的人所共同生活在这里 共同回忆 然后把这样的林业文化历史给介绍出来 烈烈莫尼萨卡是花莲林业三部曲之第三册 林田山救命莫尼萨卡 不只是一处文化景点 花莲人的集体记忆之一 也是东台湾林业史最后一块平图 在台湾林业史占有一席之地 而它的荣枯也紧扣着台湾近代史 烈烈林田山在2021年 荣获新加坡世界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美国最佳电影短片记载最佳纪录片奖 还有2022美国影响力影展最佳纪录片奖 是台湾土地故事的荣耀 烈烈莫尼萨卡新书 已经在各大网络书店连锁书店办售 而回来林业三部曲的纪录片 也可以上YouTube观赏 花莲林业三部曲影像及电子书 也全面上线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上领馆处官网免贝看 这旅会欢迎视报道